放debug信息之后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工具 我们要来一起学习一下 这个工具叫什么呢 就是scribe shell 它能够帮助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使用方式非常简单 我们加个URT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设计出来 然后呢我们粘贴一下这个命令 就是scribe shell这样一个URT 我们就可以通过scribe 咱们终端呢 去请求这个URT 请求这个URT之后会怎么样呢 它会进入一个交互式终端 交互式终端是什么终端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python ipython的终端呀 如果我们电脑上 装了ipython的话来 它就会进来这个ipython 如果我们电脑上 没有装ipython的话来 它就进入python这个终端 看前面这头的东西 这东西是不是和我们 刚刚所看到的scribe的 诺文信息是一模一样的呀 从这开始不一样 就是一方 它请求刚刚我们说的 那个URT之成功了200 对不对 然后呢下面给一些提示 availablescribe object 可用的爬虫对象 scrappy对象 对不对 有哪些呢 比如说scrappy cora item request response 等等这一堆 对不对 它放在这里 说让我们干什么呀 告诉我们 当我们遇到一些方法 不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中间进行调试 比如说我们不清楚 response有哪些属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response点 通过它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了呀 那比如说这里面呢 有个什么呢 URL地址 看见吧 response点URL 那还有什么呢 对呢肯定有 response点request点URL 这请到URL地址 还有什么呢 response点 是不是有个taps 看见没这个地方 taps是什么呢 再猜一下 是不是想用的itmr字符串啊 是这样的bys类型 对不对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bys类型 对不对 对呢有一个 啊不说错了 str类型哈 response点taps和request的模块一样 response点taps呢 是个str类型 对那bys那些网约的itmr字符串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response的方法和属性 是不是没有content的这个属性呀 嗯 看它一个bory这个属性 看见吗 那么看一下bory 那么type一下它 是不是就个byte呀 嗯嗯 其实我们response的bory呢 就是我们的网易的二进制的响应 明白吗 这是唯一一点和我们request的模块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地方呢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一个二进制的内容 当然它我们decode了一下 是不是也就变成我们的str内容 没有呀 就这个样子哈 是关于response的这些方法和属性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用的taps是不是真的也有呀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干什么呢 你可以去调试我们的taps的 写的是否正确 比如说在这里面呢 我们刚刚h3 刚刚它在下面text 然后extract 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下面呢 有没有h3内容 h3的这种taps写的是不是对的 我们可以动作中文方式来调试 我们看一下 发现是有结果了对不对 有结果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们的taps是正确的对不对 所以大家后续在显示证则 如果不确定我们taps到底好不好使 到底是不是对的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来使用我们scribe shell 来查看我们这些属性的方法 以及去调试我们的taps 对呢在这里呢 除了response之外呢 这个spider自己呢也是有些属性的 比如说什么呢 spider.name spider.name是什么呢 就是旁边的名字 就是刚刚我们在使用scribe shell的时候 是没有取它那个名字对不对 那这个名字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scribe word那个名字 叫做default对不对 那对呢它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跟属性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scribe自己呢 其实有nog这个属性的 有nog这个属性的看见到吗 也是一样我们可以通过它呢 来打印一些东西 应该也是可以的 这个方法没有用过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nog 这地方大家可以看见 如果说我们不想干什么呢 不想impro login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 scrape的nog这种方式呢 来打印我们的支持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会显示盘中名字对不对 这方式也是可以的 这是关于我们scribe shell里面呢 这些属性的方法的这些使用 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下 退出一下 然后重新进去一遍 就是scrape shell 加上URL记者就好了 回车 就可以进入这样一个交互终端 然后对应的话呢 它会给我们展示 当前哪些对象 我们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 spider 或者setting 或者response 或者request 或者item 或者scrape自己 等等这些属性的对象呢 有很多方法了 我们都是可以在iPad里面去查看的 那当然的话呢 如果我们不想在iPad里面查看 可以在哪查看呀 所以PyCharm里 是不是也可以看呀 CtrlB 是不是去到网页圆码这个地方呢 地方呢 然后我们点下这个按钮 点下这个按钮 这个 scrape from source 就能够定位到当前 我们打开的这个URL 打开的这个文件呢 它的位置 它是在spider unit下面 看见了吧 在这个位置 那当前它是在scrape下面 那scrape下面有如此多的这种 模块和文件夹 文件 对不对 对呢 很多的原代码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地方呢 也是可以去看 scrape里面的每个模块呢 或者每个对象呢 都有什么方法的 当然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更喜欢直接在代码里面呢 去调试我的chrape 去看我的方法是怎么用的 更喜欢在PyCharm里面 做这个事情啊 当然大家也是可以在这里面来做的 那么在这个 这一小节里面呢 我们重点需要知道的是 这个方法该怎么用 以及什么呢 我们要获取 Bice类型的网页数据的时候 可以怎么获取啊 是不是可以使用 Response的玻璃啊 就获取了 那么Response的玻璃 加Decode 以及Response的玻璃 Response的Text 是不是都可以获取 HTL类型的网页的itemen 这个方法呢 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对应的 我们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一个Response 叫Request 加Headers 对吧 Headers 这是我们请求头 对不对 这是不是请求头啊 请求头 大家看到UterEdit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刚刚在请求这个 这个URT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指定请求头啊 但是它URT 居然是这样子的 但是Headers 居然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那说明什么呢 这是它的默认请求头 对不对 但默认请求头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危险啊 对方服务器 只要瞅它一眼 就知道它是个爬众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需要把我们的 Setting里面 Response的Advent 改成一个正常的 浏览器的Response 可能会更好一些 明白吧 不然的话呢 它就会使用这样一个 默认的请求头 而它呢 肯定对方服务器 然后一眼看出来 就是一个爬众了 这是关于ScribeShell 这款内容的学习 这款内容呢 应该 也是非常简单的 没有什么太多东西 直到我们讲 对不对 这款内容的学习